這個手法是怎麼使用呢 也許之後我再做一集吧好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再來做一集 關於這個A7是什麼使用 D7是什麼使用的影片 我又要再來稱一次周杰倫大大 感謝你 簡單來說這個手法就叫做 複屬和弦 那詳細他是怎麼樣使用的呢 我們就看下去吧 那在前一集的影片中呢 我已經有介紹過了技術上的部分 那在TAP的部分呢 我有一些筆錄 那在向方資訊欄 我有做出備註也歡迎大家去留意參考喔 那我們再來複習一下這段的和弦進行 這段和弦進行分別會是Cm7 D7 Gm F 然後這有個High A9度音差音 再來Ebmaj7 A7 D7s4 D7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 Gm的瞬接和弦有哪一些和弦 那這邊我先直接列出7和弦的部分 所以Gm的瞬接7和弦就會是 Gm7 Am7-5 Bbmaj7 Cm7 Dm7 Ebmaj7 跟F7 然後回到Gm7 Gm7 所以下一步我們就可以看一下最偉大的作品中有沒有什麼和弦是不符合瞬接和弦的 那這邊一定就是有 something發生的 所以我們可以先看到D7 跟A7 或者是說D7s4 這邊是不符合瞬接和弦的喔 因為理論上來說應該用 Am7結 這邊去用A7 理論上應該要用Dm7 這邊去用D7 直接告訴大家結論 這邊就是一個五級去一級的手法 那五級是一種 問題的聲音 它可以去一級 去製造一個解決的效果 如果要說名詞的話 這種五級去一級 或者是說 如果在你的目標物和弦前面加入一個相對於他的五級屬和弦的這個手法 叫做 副屬和弦 或說次屬和弦 英文叫做 Secondary Dominant 對於這個和弦怎麼樣使用的話 也歡迎參考好和弦頻道 裡面也有講解 相關副屬和弦是怎麼樣使用的影片喔 再來我們也可以想想 有沒有除了副屬和弦或者是五級屬和弦以外的 和弦也可以拿來替換或使用的呢 當然是有的 那這首歌曲 他在A7和弦的時候演奏的旋律會是 分別會是 也就是 那以我來看的話呢 如果在A7之中演奏這段旋律 C sharp 是和弦組成音 沒有問題 E也是和弦組成音 也沒有問題 哎 這個和弦 這個在A7的狀態下如果出現這個聲音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有一點衝突的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Bb 他會跟A形成一個很衝擊的聲音 那這種聲音呢 我們叫做Alter 也會像是這樣 或者是說 所以如果在A7的和弦狀態下又加上Bb 這種衝擊的聲音呢 就形成了一個Alter的效果 那我們可以說是A7的和弦 再加上這個小九度音 Bb 形成了A7 Bb9 也就是 A C sharp E G Bb Bb 或是這個聲音 這個都是A7-9的聲音 A7flate 9的聲音 我們把A7flate 9的和弦組成音一致排開 A C sharp E G Bb 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從C sharp開始看的話 就是一個C sharp的Diminished 7的和弦 所以C sharp Diminished 7 是這個聲音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把A7 直接替換成 C sharp Diminished 7 我們聽聽看效果 好像也合喔 對不對 還有沒有其他的選項呢 其實還是有的 因為 C sharp Diminished 7 或者是說 簡和弦 簡七和弦 它有一個屬性 就是它的和弦組成音 可以互為轉為 也就是 C sharp Diminished 7 可以等於 E Diminished 7 可以等於 G Diminished 7 可以等於 Bb Diminished 7 所以我們就可以再來實驗一下 有沒有其他的選項可以做 有沒有可能在 A7的時候 換成這些簡和弦 看看你喜歡 一個組合喔 圓曲 現在鼓盤 Hm Diminished 7 Diminished bз 當然也可以換成其他的Diminished 像是這樣 或者是反過來先Diminish再A7其實也可以喔 那以上這些做法都是在這一組和弦進行以及這個旋律的進行狀態下的都是合理成立的 到最後要用選用哪一個和弦以及旋律怎麼樣邊寫 那完全就是作曲者以及編曲者的喜好了喔 以上就是關於這首歌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分享 也和大家一起來認識一下這首歌裡面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喔 也許談談我們下次見囉